MySQL 资料库马上就Ready了 那你就是用那个MySQL的这个Admin跳出来 它就会帮你跳到那个一个管理工具叫PHPMyAdmin里面 这里面当然有些同学可能对于这个环境还不太熟悉 不过没事的话你就自己把它点进去看一看吧 摸索一下 常会用到的大概我们会用到大概就是资料库 去建立资料库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用汇入 比如说你别的地方要汇入资料库 也可以用汇入或汇出的方法 那另外还有使用者 建使用者等等的 那它也可以建Seql 那我们刚刚是建立了一个问题二 那我又改了它的栏位 所以基本上如果将来你设定错误要修改 比较笨的方法是什么 整个把这个问题 问题二的资料库砍掉重建 砍掉什么 这边砍掉就好了 删除 那当然或者你直接从这边编号去改一下 它的那个资料形态也OK 用起来其实还算蛮流畅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做完之后的话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再到再来就是跟那个Excel之间做沟通 所以两边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储存资料的地方 因为呢 因为呢在我们那个Excel里面毕竟放小量资料还可以 放大量资料的话跑起来就非常的慢 尤其是你要做大量查询的话 还是建议用资料库来做 第二个大量资料是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共用资料 就是整个公司或整个部门里面 大家会一起用的那些资料的话 还是建议啦 你干脆把它建一个MySQL 那那个MySQL呢 你就放在某一台电脑 那台电脑尽量是不要开 不要关机 那如果说你想要自己 架设一些server的话 其实像我自己是 就把它放在什么 像这个其实它不是非常消耗资源的 其实你只要给它一台像 什么呢 其实我是建议啦 不用桌机 因为桌机太耗电了 一台桌机开起来就至少250瓦起跳 可是比电的话呢 大概60瓦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持续开着的话 你就找一台 你可能已经不要用的笔电 对不对 然后你把MySQL放上去 开着就好了 如果你要再更快一点点的话 可能就是把那个硬碟 换成是固态硬碟 应该各位知道固态硬碟这东西吧 SSD 它的搜寻速度 至少是传统硬碟 至少10倍到100倍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MySQL放上去的话 哇 它跑起来不得了 速度又更快了 马上又看到你最后的这个结果 SSD 应该各位 我看过那东西吧 像现在很多笔电 像我的笔电 我都直接把它换成SSD 开机速度 10秒就开起来了 传统硬碟可能要至少一分钟 所以关键你自己查一下SSD 就是固态硬碟 那再来我们来demo 最后比如说我就这边 也许我是把这个东西新增过去 它就跑 下面会有跑 不过我这样200笔 OK 新增全 也还好200笔 删除 瞬间 把它查回来 把它删掉 查回来 因为我把它改了 OK了 Varture 而且特别是INT 它会帮你转型 删除 OK 那就一个cycle了 所以如果你还在写过去 又一个循环 所以一个cycle 但是在新增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右左下角 说真的 虽然已经算不错了 它会更新 但是难免会 之前我做了这个东西之后 还是被人家嫌弃 说这个 你不跟我讲 我怎么知道左下角 对 你要一个箭头 请看 跑的时候 可能要旁边要显示 请看你的左下角 对不对 它才会知道 但是如果一般user 他不知道 他可能就不知道 更新到哪里 所以后来 我就改了一个 就是叫全部新增 的那个 进阶版 这个进阶版 我觉得还蛮 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进度状态列 那所谓进度状态列 就是你们平常常常看到的 按下它之后 没有 把它删掉 再一个插回来 然后再删除 就是它会跳出一个 那个进度 就是会跑 百分之多少 这样子 我按一下 你会看一下 类似像这样子 它会跑 而且下方也会跑 两个都会跑 这样的话应该够了 然后再来就是 把它丢过去删掉就好了 不然它会一直 就会类似像这样子 如果有一千多笔 或者是几十万笔 没关系 慢慢跑了 至少它知道说 你跑到哪边去 这个user会比较有 那个就是 知道说进度 如果是跑太慢的 那也许它就去上个洗手间 或者是泡杯咖啡 回来 它就会有比较有心理准备 那其实像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有其必要性 如果是你自己用 当然OK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是整个部门 或者是给 其他user使用的话 那它就比较不会乱按 按到当掉 不然有时候可能卡住了 它就不知道就 又来一次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做 其实也不是 非常的困难 而且未来很多地方都需要 只要是 比如说你从网路上捞资料好了 那捞一定要捞很久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那怎么办呢 你要让它知道说 你捞到哪一笔了 或者是说 你要合并多个工作表 那很多工作表 那你跑到进度哪里 你总是要回报一下 所以类似的 只要是需要让使用者知道 到底进度到哪里的话 大概不外乎就是 status bar 最简单 不外乎就是 建一个 表单的进度状态列 那做法上面 大概可以区分成两个部分 其实也不困难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要写哪一些呢 其实我按右键 指定聚集在编辑 就可以看到程式 其实我写的程式只有两行 Home.show 跟最后完成的 Meshbox 资料新增成功了 你想说这两行 其实关键在这里 Home Home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一个什么 一个表单 刚刚刚跳出来那东西 它就是一个表单 那表单在这边 有没有 所以你呼叫它 它秀出来 所以刚刚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在表单里面 执行的 那执行哪些地方 其实基本上 大概流程 一 请你先打开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这个表单 这个表单里面 我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因为最近它有 有一点点不太听话 刚刚就当掉 我要再重做一次 不过还好 它这边有储存 我刚刚有存档 把它启动一下 基本上 这个表单里面 大概做哪些东西呢 基本上 就是打开来 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里面就是表单 然后一个什么呢 一个Label 一个标签 没有别的了 那其实我们只是怎么样 在新增的时候 同时去更新 这个Label的宽度 也就是说呢 每跑一下 它就更新一下 所以更新一下 Label的这个 这个宽度 我是设定为400 400个Pixel 400 然后呢 这个400 那也就是说呢 我也不知道 总共我有几笔嘛 所以 我就去换算 反正每更新 就更新 400分之 多少嘛 就是用400去除 所以基本上呢 我的第一个就是先键一个 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 自定表单 那这个自定表单呢 它本来长这样子 那我把它改一个名称 我习惯用HOME 如果因为我不能再叫一个HOME 我就叫HOME2好了 假设我这边再做一个 叫HOME2 Enter一下 所以待会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做一个进度状态列 首先第一个你先做一个 按右键 新增一个自定表单 那这个名称呢 改为HOME 我叫HOME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一个了 第二个呢 它的CAPTION CAPTION指的是左上轴的东西 这个名称 它的TITLE 我把它名称取叫新增进度好了 OK 那你如果Enter之后 它就OK了 那其他不用改 大概就这样 这个NAME改一下 CAPTION改一下 那再来就什么 在这里面拖拉一个什么 就是你要的那个进度状态 也就是这个东西 用Label来做 那首先的话 它里面 第一个是 它的名称请你改成PB 因为它应该是很长一串的名称 叫Placebar 不过Placebar太长了 我干脆取名叫PB好了 好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它的CAPTION 就是上面的名称改一下 改成没有 因为我不需要有文字 除非你要显示那个百分比 不过我想这个显示百分比可以再加 但是有点复杂 算了 暂时先这样好了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加 跑到百分之多少 再来的话呢 把它的底色 底色的话呢 就是Back Color 把它改成红色的 点这边有没有 红色的 有没有红色的 最后呢 把它的宽度 改为大概400 Enter一下 不过 这个400的宽度呢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我大概习惯上 给它取一个整数 因为如果你用 不是整数的 去除 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反正就刚好400 如果你要宽一点 你自己再去调整一下 这个地方都可以调 那做完之后的话 第一个我们就完成了 表单的设计了 再来的话 就是撰写那个 我们需要的程式 那就可以跑出来 可以像刚刚看到的 那个样子 那请各位 试一下 在这边新增一个 一个Home的一个表单 跑出来就可以类似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样子 OK 它就一直跑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好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